美國財長耶倫週二警告 美國可能不得不加息以防止經濟過熱 此言一出就引發市場恐慌 全球股市出現拋售 但週二晚些時候 耶倫似乎收回了自己的言論 稱通脹不會成為一個主要問題 並說美聯儲具有獨立性 有權在利率政策方面 自主決定 有市場分析師指出 耶倫這一來一回的言論 給市場擠出了不少泡沫 不過耶倫最初加息的說法 還是引發了人們 對美國通貨膨脹失控的擔憂 自2020年3月爆發中共病毒疫情以來 美國國會已分配約5.3萬億美元的 刺激性支出 而拜登政府正在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計畫 可能要再花費4萬億美元 為了刺激經濟 美聯儲一年多來也一直實施零利率政策 與此同時 美國經濟目前火速恢復 第一季度增長率達到6.4% 高盛預計第二季度增長率可能達到10% 2020年因為瘟疫 整個經濟下滑的那麼多 現在只不過是在收復失地 所以這個通脹的壓力 我不認為是因為經濟增長造成的 而是因為政府開支的過多造成的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學教授謝田認為 目前美國經濟的通脹風險真實存在 在日常生活中 人們已經能夠感受得到 食物價格還有這個能源價格 汽油價格的繼續上升 房屋價格也繼續上漲的話 那對於那個老百姓來說 實際上是他們的收入下降了 謝田教授認為 防止過度通貨膨脹 眼下加息或許不是最佳選擇 而是應該減少政府支出 所以我們需要增長 但是我們不需要這個灌水 需要這個政府過度的支出 這樣的話也可以在增長的 高增長的同時呢 就是保持這個通貨膨脹不會失控 美聯儲4月曾發出明確信號 將繼續保持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 直到美國經濟實現充分就業為止 新唐人記者金石紐約報導